二十個水餃 帶走 好 台灣人愛吃水餃 越到晚上越熱鬧的台北 南機場觀光夜市 更是有水餃一條街的稱號 不只比鄰而居 其中就屬這家 有東北味的水餃店最特別 他們肉跟皮的比例很剛好 就是吃起來不會太油 大家都是現包的 所以跟外面那個水餃不一樣 手工水餃就是比較好吃 很明顯這個出來是手工的 然後其實嚼了之後 你不僅有內餡那種汁啊 那種鮮美味 也有它裡面 它的皮是有麵香的 小麥的那種麵香感 然後吃久了之後 就再加一點旁邊的調料 我覺得整體而言就是 價格又很親民 一口就把它吃進到嘴裡 因為這樣才不會讓它 那個鮮甜的那個湯汁流失 這是我最推的吃法 也不會浪費它的湯汁 有著飽滿湯汁的特色水餃 將店內擠得水泄不通 好吃到連外國人都頻頻比讚 我覺得它很美味 我真的很喜歡 你要什麼 我要一個沙灘 然後跟韭菜水餃跟草皮糕 韭菜沒了 剩酒吧 說著一口東北腔的老闆娘 隨亞秋來自哈爾畢 有著亮麗外形 個性卻很低調 是個名副其實的鮮內柱 店內的所有東西主打東北味 跟老闆陳明亮朗人 每天在店裡忙進忙出 我們家水餃主要是 因為現在我們在外面吃水餃 吃水餃 因為外面都是機器品 我們這是純百分之百 手工餡杆 餡料都自己拌 它主要是麵皮很Q 內餡很飽滿 一般我們水餃的特色 就主要是東北口味 純正人 太太本身是哈爾濱人 它的餡子 連打麵的方法 都是從哈爾濱學人 東北味水餃特色是皮薄又Q 杏料多 吃下口還帶有麵粉的香味 每顆渾圓飽滿的外形 好似圓爆 韭菜口味將近濃郁 完美的與豬絞肉結合 高麗菜口味 把肉的鮮和高麗菜的甜 揉入在湯汁裡 又脆又香甜 水餃很大一顆 然後很便宜 然後那個湯也很大一碗 然後可以兩個人分著喝 我覺得這個價錢 是學生可以負擔的 好吃的原因就在於新鮮 靠的是他每天一早 就得開始打麵 備料 六年半起床 七點到店裡 結果開始備料 先從打麵 麵團打起來先放著讓它醒 醒了這時間趕快控場 趕快跑去切高麗菜 拌線子 然後你再回來看那個麵 差不多醒了 差不多再揉 他一早到店裡 手邊的火就沒停過 東天穿短袖 也可以坐到滿頭大汗 半謝跟半道 不時可以聽到喘氣的聲音